486先生是 终身党员 是民众党终身党员 他只是批评了 民众党跟柯文哲而已 接到警告 就这样警告 不可以随便批评党内就对了 柯文哲 为什么你们党内 就是言论自由被缩线 那你还批评其他民进党 好意思讲别人 对啊 你自己党都搞不好 一个小小党代表 都给他懲处停权两年 对不对 我觉得你先管好你们政党吧 好不好 拍了一支影片 那跟王毅川 那我们有谈到那个柯文哲 在那支影片当中 我就讲说柯文哲 他自己讲的 他说他在35岁的时候 被他老爸伤耳光打巴掌 这很不可思议 然后呢 他看到他爸爸生气了 他马上就下跪道歉 35岁 35岁 各位你想想看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讲 他就讲说 那个后来 他说他那个 也是有访问 他说他女儿都不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也是打他女儿的巴掌 也是省他巴掌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我就想说你看看 他们家的那个教育方式 就是这样子 爸爸把儿子打得像狗一样 然后儿子呢 也把他的女儿打得像狗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侮辱到什么 主席 侮辱到党主席 他说就本党 那个党主席 柯文哲 个人与家庭状况 于影片当中 亲口陈述内容呢 他说我无法提出 合理的佐证 白痴啊 我要佐证什么 柯文哲自己讲的 那个柯文哲其实最近就开始 会在现场被呛了嘛 包括说那个 就是前阵子 永连寺也有一个 是在林淑芬 那个卢州的选区的时候 对对对 就前阵子农堡事件被呛 对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 就跳出来讲说 柯文哲根本不懂农堡 他完全搞错了 然后所以那个被呛刚好 那还有包括那个 最近的那个 就昨天那个永连寺嘛 对 永连寺 对 他就讲说那个 林淑芬都不敢讲自己 不敢批评民进党啦 对不敢批评民进党 不敢批评民进党 好所以那个 大家不要投给他 好结果 现场就有人呛他说 叫你来拜佛祖 不是叫你来骂民进党的 有没有 所以他其实他现在就是 常常会被那个呛 对啊 但是我很想知道说 就是说那个 其实他们内部的人 也不敢 也不能批评那个党内啊 他们批评党中央的话 也是会被停权的呦 也是会被停权的 最近有新的案例是不是 我们补充一下过去案例 过去当那个 他们中平会主委 有没有 对 他就很认真的在把关 候选人啊 把关把关 谁家的狗牵回去 对不对 他现在有新的case 我补充一下 我先补充一下 486先生是终身党员 是民众党终身党员 他只是批评了民众党 跟柯文哲而已 接到警告 这样的警告 不可以随便批评党内就对了 那这样讲到486先生 我要先提到这张 这张是台湾民众党中央 议评委员会的裁决理由书 那比较有趣的是 他的那个流水号 他流水号是今年的004号 所以今年就是台湾民众党员 总共有四个被陈属 那有三个我们都知道 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是猫猫头 前两个应该就486先生 跟那个高宏安 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 对看起来 算起来就是这几个 对因为那个猫猫头 他是一个那个台湾民众党党代表 那他在内部 他其实就是批评了两件事 他第一个就讲说那个 江和素 江和素是8加9 他在那个 他们的民众党的line取里面 讲说江和素是8加9 是他就翻出以前 因为我之前 因为江和素去年 就是选举的时候 就是帮我架灵堂 然后在那边 去年不是就是 因为我去年有爆料说 他就是那个签名簿 乱贴贴纸 商家签名簿乱贴贴纸 然后我爆料之后 他就架一个灵堂 放了我的照片 这么二职 他是殡葬业的吗 可能是 他平常都会折一些脂肪污之类的 然后结果他就是帮我架个灵堂 唱说那个我会烧给你什么 唱衰你就对了 对 那时候开直播 对 去年是这样 所以他去年惹到我 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气 就是一直爆他的料 然后翻他们家的判决出 他们就是不止他 就他们全家有钱客 都被我翻出来 然后就那个 这个党代表呢 他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要找他当做中央委 因为你翻出来之后 他也觉得他不适格嘛 对 不适格 然后所以就跑到他们 的line取里面去讲 就去讲的时候就被那个检举 真的你知道 一定党内不行 对 不可以妄议我们柯文哲跟中央委 不然可是会被抄家的 对 然后还有第二件事 因为他说有两个 安一跟安二嘛 那安二事件就是说 他就说那个 他们金门的立委候选人 叫做尚文凯 尚文凯 说他先生 说他先生是黑道 对 这不是你也挖出来的吗 这也是我挖出来 他就拿我的资料去讲 对 所以现在有人就说 我跟这个党代表是串通好的 因为他都会拿我的资料去讲 不是啊 如果因为你的资料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他要不要讲 那是他的事情吗 他就觉得这个他看不过去 不是吗 对啊 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 他是有那个政治洁癖嘛 他觉得说我们民众党好棒棒嘛 不可以有这些污染 我们的那个民众党 所以他就在他们内部讲 然后讲完之后呢 就被判那个违反第二十二条 然后被那个停权两年 真的被抄家了耶 真的就被抄家了 那我们看一下二十二条是讲什么 二十二条他是讲说 本党党员 不可以开记者会 也不可以发传单 然后那个做不实人身攻击 不然的话呢 就会那个停权两年 可是他其实没有那个 开记者会也没有发传 他只是在框里面讲而已 他就在赖群里面讲 后半会就是发在自己的脸书 而且可是我就觉得说 没有不实指控啊 我们看看今年七月份 我刚爆料的时候 那个金门的那个尚文凯 他自己脸书也讲说 他的老公确实有段大众口中 所谓的黑道的过去 他自己脸书这样讲 他自己脸书这样讲可以 那党代表 党内的党代表就说 他是黑道老婆 就被停权两年 这个才叫做抄家 这才叫做言论自由被缩限吧 对不对 那柯文哲 为什么你们党内 就是言论自由被缩限 那你还批评其他民进党说 好意思讲别人 对啊 你自己党都搞不好 一个小小党代表 都给他乘处停权两年 对不对 我觉得你先管好你们政党吧 好不好 我在10月30日的时候呢 收到了这一份 这个由民众党寄过来的 这个公文 那这个公文是干嘛呢 这个公文就是说 我被停权两年 被民众党停权两年 我今天为什么要录这支那个影片呢 我告诉各位 民众党真的是一个 非常可笑 这里面的这些人 这个做法真的是阿猫阿狗啊 在之前好几个礼拜之前呢 这个他们亲自送到我公司的这份文件 所以你看他上面根本没有什么地址 对不对 这上面的文件呢 希望我签署 签署什么呢 你看一下哦 他这个意思是说啊 那个希望我去接受那个调查 以及那个评议的裁决 同时呢 他希望就是说 那个裁决的里面的内容啊 影音啊 都不得那个公布在那个 例如说网站 各方面都不能 在公共场所都不能公开 那其实他这里面有一个调诡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他说调查的里面的内容都不能公开 那也就是说呢 今天我去 如果今天我去他们的什么评议委员会 去跟他们开会 接受他们的调查 我今天所讲的啊 什么什么东西 以后呢 我就再也都不能在网路上 公开的去讲 就被封住了 你都你懂我意思吧 OK 那当然我就 我就把所有的资料嘛 例如说签名的 我当然不可能自己拿到就随便签啊 一定都会请我的那个律师嘛 他们去过目 任何的文件都一样 我不会那傻傻的 来了我就签 这全部通通 这个都是SOP 这个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律师啊 看到啊 那许伯生啊 他就说你签这个干嘛 白痴啊 对不对 你不签他也会调查 签他也会调查 而且你一旦签了之后 以后那个所有的 这里面的这些讯息呢 我就不能在那个网路上 公开的去讲 OK 那讲什么呢 讲什么 他的痛点到底是什么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 采决什么的这个资料 昨天收到就是这一张 那他这里面他就讲怎样了 他说啊 简单说了 因为他就那个拉拉 那个落笠巴说 写了一堆废话啊什么的 我就直接讲重点 重点就是说呢 我拍了一支影片 那跟王毅川 那我们有谈到那个柯文哲 在那支影片当中 我就讲说柯文哲 他自己讲的 他说他在35岁的时候 被他老爸伤耳光 打巴掌 这很不可思议 然后呢 他看到他爸爸生气了 他马上就下跪 道歉 35岁 35岁 各位你想想看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讲 他就讲说 那个后来 他说他那个也是有反过 他说他女儿都不理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前也是 打他女儿的巴掌 也是赏他巴掌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我就讲说 你看看 他们家的那个教育方式 就是这样子 爸爸呢 把儿子打得像狗一样 然后儿子呢 也把他的女儿 打得像狗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说 我讲的这个东西呢 侮辱到什么 主席 侮辱到党主席 他说 就本党 那个党主席 柯文哲 个人与家庭状况 于影片当中 亲口陈述内容呢 他说 我无法提出 合理的 我要佐证什么 柯文哲自己讲的 他爸在家35岁的时候 把他赏了他一巴掌 他自己下跪 还有他自己讲说 他也是把他的女儿 赏巴掌 我要佐证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 民主党党 真的是一个很可笑的党 他们啊 就是一群 B.A.3 这些党里面呢 从那个柯文哲到里面这些 都是一些B.A.3 为什么呢 他也不敢把我开除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为什么要给我填权两年 他们就知道说 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有要退民众党 就是我决定要来参加党主席的竞选 对不对 到时被我选上 我告诉你就好玩了 等那时候快要那个选举之前呢 我就登高一呼啊 号召个两千个三千个网友进来这边 是不是 党主席就是我了啊 所以他们怎么样 他们就啊 先以以以 先先先拖一下 拖个两年 是不是 因为这次的那个选举呢 如果那个民众党那个没有选上 那那个立委的席次也不好 基本上这个党也泡沫化了 过两年之后 就算我要选当主席 大概也没什么人会去在乎 所以这个整个看看这个民众党啊 真的是难怪很多人都说 我是唯一的良心 真的就是这样子 好啦 那今天跟各位聊到这边 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谢谢